就是老头有病的时候 还有一块钱机会 我就现在你要是能帮我 把这个重担能挑过去呢 就是你一千五我一千四 咱俩的工资搁的块都是花呢 就月月呢就不那么紧了 三千块钱够咱俩生活费了 你说老爸你就得拿呀 你必须得养活老爸 那你凭啥给你换机会呢 都我凭啥重担人搬给他呀 今天来相亲的老太太 可以说是笑里藏刀 刀刀致命 一开始表示自己啥也不图就图感情 把老头哄得五迷三道的 当老头还沉浸在幸福的海洋里时 又冒出来五万大洋的激光 那新颜子比筛的眼都多 吴大妈 今年六十五岁 退休金每月一千四百元 有房 别看大妈长相一般 却有了一副道貌望然 抿着嘴假笑嘴脸 听说人老月值钱 吴大妈也决定发挥余热 赚点过和谐 一见到红娘 就像打开了财富大门 那嘴甜的跟抹了蜜似的 秃秃个没完 过来过来过来 人家长真好看 你要来吧 我都睡不着觉了 昨天晚上睡不着觉 没睡不着觉就行 怕你们呢 怕你们来呀 比亲人都亲 那我家没有亲人 你们要说来 哎呀妈 咱们这栏目主的 就像我个家亲人 是在靠 要说这大妈 也真是能说回到的 一见到红娘 就开始先殷勤 生怕红娘 不给她介绍过好老头 要我说 就你这本事 根本就不需要红娘 公园相亲角 就很适合 你以为大妈 就只会溜须拍马吗 人家还是个专业演员呢 提到曾经的情感经历 那真是说下雨就下雨 想晴天就晴天 小红娘听明白了吗 大妈的前半生 真是又苦又憋屈 今天要是不给找个好老头 那就是你不懂事了哈 今天你来不去 跟你又哭了 我跟谁哭了 我跟谁哭不了 马上好日子就开始了 别哭了 大妈跟第一个丈夫 因为贫穷离了婚 离婚后 大妈抛下两个孩子 又嫁给了第二个丈夫 大妈说了 之前离婚是因为太年轻 这回就算穷 也一定好好过 这就是大妈的本事 老头在她的甜言蜜语中 逐渐迷失了自我 最后竟然六亲不认 连自己的亲生闺女都不认了 在大妈面前 啥亲情爱情 道德伦理都得靠边站 在她的温柔共事下 老头跟女儿从此彻底断绝了关系 最后在去世前的20天 把房产过后到了大妈名下 大妈终于解决了后顾之忧 这是她临走前 耕房子耕的名 她临走前把房子耕成 耕的我的名 27天她就死了 那么大妈再找老伴 具体有哪些要求呢 跳舞的 打麻将的喝酒抽烟我都不厉 这是咱拦不住 甜甜你给我这我就放心 也别把钱看得未重 还是饮常在 你知道这是这些没有别的 没有 你对我好我对你好 过白头到老你信任我 我心里有你就行了 弘扬一听 这好办啊 还真就有这么一位合适的大爷 既不喝酒抽烟也不会打牌 关键是也不看重钱财 因为他兜里真就比脸还干净 宋大爷今年69岁 退休金每月1500元 有房 这位宋大爷在相亲界 也算是一位名人了 那节俭程度堪称一绝 出去买菜 就是我们这一左右的超市啊 大小超市我都得走个遍 相对比较 看谁家菜最便宜 一节又得吃一六六的 吃冷面 我剩下的冷面糖 隔壁香冻着 下的我还用它 还用它吃下的冷面 大爷的生活十分结局 为了省下一块钱 都可以徒步走出十公里 那节俭程度能让我们一些烦人都望尘莫及 于是呢 为了提高生活质量的 大爷灵光一闪 找个能接近自己 每夜拿出点钱来的不就行了 总之 这俩人都是千年的活力 算计一个顶俩 至于谁的段位更胜一筹 那得先见上一面再说 大妈也是叱咋多年的老江湖 打眼一看就知道这老头好对付 于是坐下来决定好好唠唠 享用自己的魅力 摸清大爷的家底 宋大爷见到新衣的大妈 也是心花怒放 只要看对眼 哪哪是优点 我鼠羊呢 哎呀 鼠羊最好 找鼠羊的最好了 咋的呢 我也有 他会过日子 他不是两个人能有共同 能过在一起 能过床去了 鼠羊的这个鼠最好 咋没说 你俩的鼠羊合不合呀 知不知道啊 鼠羊合 你说合不合 我们不讲的这些 我就现在 就看这人老实本身 好心眼 通过简短的了解 两人很快就表明心意 对彼此的感觉 那是越来越到外 于是大妈的戏经 本经又附体了 他钱多钱少 你看这个戏 看这个人啊 人要好 心要好 钱多钱少 你不要他都给你 大妈的意思很明确 你要是好人 就得我不要你钱 你还得应该给我 大姨一听 立马表明心意 我就拿几颗枣 你咋花就咋花 我这就没啥说的 只要成了 你也可我了 我也可你了 我钱虽然钱不多 我都交给你 有你知悉 一听只是拿出 每月的那点退休间 大妈不利了 于是又使出了大招 我先表明我的诚意 你的真心 就看你掏不掏牢底了 我爸第一眼看你 就是不是鬼杀 其实你们一千块钱 不够咱俩吃喝的 要有个家 不够 但是不够 有我的天 有我的天 对他的评价 又涮涮了 一听大妈呢 要往外掏钱 大爷高兴的 恨不得立马 把这媳妇给娶进门 没想到幸福降临的 如此突然 高兴的媳妇都叫上了 我得把新娘先接进来 就在大爷乐得准备 半喜酒 红娘准备收工 回家了的时候 大妈突然脸色一变 露出了最真实的嘴脸 但是我有点事 我就想说 我就是说你 当真人不说假话 就是老头有病的时候 还有一块钱机会 我就想说 你要是能帮我 把这个重担能挑过去呢 就是你一千五 我一千四 咱俩的工资 搁的快点花呢 就月月呢 就不那么紧了 三千块钱 够咱俩生活费了 然后我今天 这一块石头 你就撂地了 此话一出 直接把老头 交了个透心粮 得亏心脏没毛病 刚才还在天上飘着呢 一下掉下来 谁能受得了啊 其实我没有义务 帮他还机会 这不正常 得知老头 不能替自己还债 大妈立马收起了 刚才的温柔 你说老伴 你就得拿呀 你必须得养活老伴 那你凭啥给你还机会呢 我凭啥这么大人 白给他呀 一千五我就嫁给他了 不是白嫁给他呀 你应该俩是 互相的 有这个需求 你俩才在一块呢 互相的 他帮过我帮他 我有金融 他得帮我还了 那你要是 不帮老伴还 我找你带孩呀 要说这老太太还真就不是一般人 要是要彩礼 两人要是皇啊 这钱还得不要回去 要是还了饥荒 这钱铁定是要不回去了 单纯的红娘却那么了 你要是找不着老伴 你这饥荒咋办啊 说白了就是将外申进行到底呗 大妈说了 以他这副皮囊 找个老头还饥荒不难 虽然这老宋人还不错 谁让他没钱呢 你快收起你那邪恶的嘴脸吧 嘴里说着不图显 玩的全是套路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明天见